接着再来连线在深圳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师杨德龙 你好杨德龙 你好主持人 对于今天和之后这个大盘走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周末的央行是进行了双降 那这次双降呢主要是针对机密的实体经济 那对股市债市和楼市呢都形成明显的利好 昨天市场呢也是出现了高开走势 但是由于连续上涨三日累积了一些互利盘 所以在尾盘呢出现了一些这个跳水 最终呢是小幅上涨 预计呢今天市场还是出现一定的震荡 那么现在市场震荡反弹趋势呢已经形成 但是反弹并不是一发风顺 由于3400到3500点附近呢有大量的套劳盘 下班呢冲到这个点位的时候呢会引发一些套劳盘的抛售 所以市场这个上涨呢需要更大的这个动力 以及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这些套劳盘 然后等市场充分换手之后呢 它能够有效的突破这个3500点以上 预计呢今后几天市场还会出现反复震荡 但是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呢应该已经是很小了 因为现在潮癌配姿清理基本上接近尾声 现在没有清理的部分呢仓位也非常低 所以对市场的这种实质性影响呢已经大大的减少 而这个盘盘本身呢现在也有这个反弹的这个动力 那本周呢将召开五中全会 那五中全会上会支出三五十三五规划 十三五规划是这些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 可能会引起市场的这个关注 那最近几周呢都炒了一些 十三五规划的收益板块 预计本周的话还会反复的活跃 所以可以积极关注 是五中全会上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 那最近几天呢正在召开的五中全会呢 可能成为本周市场的这个热点 好的谢谢杨德总